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你会爱意 你是我最爱意最深处的秘密 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 未观粒子中的原子 看看原子最深处的秘密 原子怎么能拨开呢 不是说原子不能再分吗 掉陷阱了吧 我们之前讲的是原子在化学变化中不可再分 并不代表原子不能再分 我们之前学习过原子体积非常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把原子比作蚂蚁 那么灰尘就像航空母舰那么大 这下知道原子有多小了吧 它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 为了揭示原子结构的奥秘 经历了漫长的探究过程 1897年 汤姆生提出类似枣膏的原子模型 他经过试验发现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 核外电子相当于枣 原子核类似于膏 枣相见在膏上面 也就是说原子内部是没有空隙的 到20世纪初的时候 卢瑟福用一束带正电的 质量比电子大得多的高速运动的 α粒子宏击金箔时发现 大多数α粒子能穿透金箔 而不改变原来的运动方向 意想部分α粒子改变了原来的运动方向 有极少数α粒子被弹了回来 卢瑟福根据这个试验 推翻了造高原子模型 得出了原子核在原子中间 核外电子围绕原子核做运动 同时原子内部大部分体积是空的结论 提出行星模型 这个模型普遍被大家所接受 知道了原子内部有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结构模型之后 科学家们还不满足 他们继续进行试验探究 发现原子核还可以再翻 它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并且通过一系列高精度实验 得出了质子、中子、电子的带电关系 每个质子带一个单位的正电荷 每个电子带一个单位的负电荷 中子不带电 啊 原子内部的质子和电子居然都有电 那原子太危险了 会不会把人电死啊 呃 原子对外是不显电性的 这是由于原子核内的质子与核外电子的电荷数量相等 电性相反的缘故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经典的等式 原子核所接待的正电荷数也叫核电荷数 等于质子数等于核外电子数 这个等式在以后的学习中经常遇到 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哟 讲解了这么多原子内部的秘密 我们知道了原子是由聚于中间的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 原子核又可以分为质子和中子等知识点 一起来总结一下 原子体积非常小 内部空间没用好 中间是个原子核 外面电子在围绕 质子中子很甜蜜 都在核内抱一几 电性相反 树相等 等式永远横成立 本期讲解的知识就到这里 C博士对大家还有些小期待 同学们 人类关于原子内部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希望你们日后也能为化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为美丽的化学大厦天转加瓦 拜拜